当然你很难想像中国社会会倒退到建国初期, 但你见到现在有些做法, 那个性质真的有些像五十年代初打斗地主, 当时斗地主现在叫制裁阿里巴巴制裁腾讯, 其实都是类似的事,逻辑上很类似的事, 当然没有那次感觉到那麽大, 但你现在针对那些是最有钱的那班人, 连马云家学校都不会收生, 我相信国内今日各国不同的政治板块, 除了在政治上要增逐话语权之外, 他们更关注的就是各自保住自己的建计利益, 所以其实问题会令到那个斗争会更激烈, 我对于他们内部的情况我真的不敢, 我都掌握资料不多, 因为事实上真的无人知道这些, 所以无必妄下断语, 但只能从权力架构的性质上讲, 一日不摆脱这种体制的话, 这些问题真的只会完没了, 你今日以打土豪的方法, 斗地主的方法来处理腾讯问题, 处理阿里巴巴的问题, 但你亦看到国内有些人可以很盲目地呼应这些行为, 但同时你知道这些行为亦衍生一系列破坏和影响, 包括四川埋楼的时候, 我们暂时知道不多, 但如果看图片和有限的影片, 似乎规模都几大, 都几多人涌出来, 我觉得这跟刚才我所讲, 你卖楼的问题涉及很多家庭, 将他的职触摆出来, 或涉及他家庭负债的问题, 所以他才在禁忆, 所以造成结果其实都有同样的逻辑, 有可能去到一个好似文革后期, 红卫兵不同团派之间的红卫兵互相无斗, 为的就是因为自己要争取华与权斗, 斗了, 现在为了争取自己保障自己的利益, 这个可能性亦不可排除, 所以我刚才讲了, 国内有很多问题随着内外环境变化, 一些潜藏住的炸弹是有机会爆破的, 如果逐个爆破或者还好, 但如果系统性爆破的话, 对中国社会造成破坏便可很严重, 我相信这一点我们等进一步有多些资料, 多些消息可以讲多些, 但现阶段的迹象是不乐观的, 苗头亦不好, 你现在中央确实是有少少回头, 要搞个人崇拜, 在整个人事任命上, 是违反了邓小平定落那套 较为理性的所谓集体领导的基础, 你已不是一个民主体制, 你连那种较为在不同的板块之间 争取共识, 亦有一种 rule based consensus, 一些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共识, 你打破的话, 你打破这个规则, 我不止做两年我做下去, 其他规则跟着都不再有效, 是吧? 你触动了整个板块的移动, 一系列地震和余震的可能性便会出现, 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对于他最近的一些人事变动, 我暂时掌握资料不多, 我不想乱讲, 不过你如果从过去几年看, 你只在各区军区上的头头领导都换了几针, 为何换得那麽密, 有没有那麽需要呢? 而且换下来那些总是有事的, 差不多都是, 都是出事的, 反正问题都是体制出了些问题, 我觉得, 你用一种人事斗争, 政治斗争的策略来处理这些问题, 到头来就出现了一个, 真是我们见到一个欲逃态机制, 越想那些越不像样, 你现在无论你王毅也好, 留学也好, 出到国际社会, 根本是讲无论在姿态上, 以至他自己的风格上都难以讨人欢喜, 那你怎样可以打开局面呢? 为何这些人会长期坐在这儿, 还会升越高呢? 等过你问为何李家超可以做政务司长, 你整个体制是破坏自己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的所谓较为理性面貌, 结果必然付出代价。 大老虎已经在动了, 我刚才讲了, 有些打地主的意味了, 但就算被你动了大老虎, 你会否全部动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亦都回顾历史, 在中共建国初期, 49年至5年那阶段, 基本上那时强调混合经济, 混合各种经济可以共存, 是吧? 私人资本可以共存。 事实上, 由49年至53年那段时间, 中国在几年之间的复苏很快, 这个除了过去40年之外, 在之前那30年, 经济表现最好就是几年, 几年纯粹因为能够金收并速, 跟着你拘除私人资本, 跟着将上海那些厂家赶走, 跟着吞拼私有企业, 斗地主, 结果跟着下来出现一连串政治事件, 亦影响了经济表现, 包括美国反右, 清理加级队伍这些事, 这个教训很多人忘记了, 但你政筑今日的局面, 又真有很多相似之处, 是吧? 这个我令人看到担心的地方就是这些, 好了,你现在就算动那些大企业, 我又不觉得中国的民众对这些大企业, 对马云,对阿里巴巴, 对腾讯有很大的发感, 是吧?只不过现在他们做的事, 你令权力当局担心它会蝕蝕行政管理权, 好了,你要行政手段,要惩罚它, 甚至要它某种形式上, 变成好似当年将先师, 永安收鸡各有那样, 好了,自然结果就是他们过往那种创意 和邻木盛在官僚插手下, 必然会大幅度降低, 你要看到过去二十多年, 他们能够迅速壮大, 一个因素就是你的经济放了一条生路让它走, 第二,你放了一条生路让它走, 过程中你用中国行政屏障阻碍, 阻碍一些有效外面竞争, 令它们在中国一个那麽庞大的市场, 抄了西方的做法, 而且是独家经营, 他们这样壮大全部都是,是吧? 好了,现在你外国又不缩你了, 亦都不参与了,有些东西, 中国投资业一定都搞坏了, 你跟着连他们原本应该有的灵活性和创意, 都因为各种因素, 因为行政和政治考虑而去打压, 甚至是惩罚,跟着官僚插手, 令它有名无实, 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国家企业, 不是全部都是,都是有某种形式, 它跟着怎麽维持过去那种发展呢? 所以其实刚才讲了, 我相信国内经济都会因此而放缓, 你又讲在国内哪个国家发达呢? 发达都不给你知, 就要发达都没发达到马云, 马法腾那样,满声发达才算数, 真的会这样, 如果真的靠这样的话, 你怎样去维持双循环呢? 它说你怎样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企业 可以上到来,你现在华为被人封杀了, 小米那夸后说五年超越苹果变了笑话, 你如果跟着下来无以为计, 无其他新兴企业上到来的话, 你现在老实说, 你无论阿里巴巴、华为、小米, 这些全部都变了直洋企业了, 你还凭什么冲出世界呢? 你其他又被人禁制, 冲得出的又被人禁制, 你不被人禁制你自己都打沉它了, 我觉得问题是你自断相避, 所以未来几年都是空险,只可以说, 而我觉得国内民众未必会, 未必会因为要打压腾讯, 打压华为这些行为要移好很紧, 它们也不是很在意, 但当这些企业再不能够保持它们的承诺时, 社会就出现了更多张力, 到时是否可以靠行政手段处理, 这是唯有拭目以待。